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随着交通规则的完善 广大车友在开车的时候也是越来越小心谨慎 毕竟只有12分可以扣 而偶尔不小心闯个红灯就能扣去一半的分 实在是任性不得 可是你知道误闯红灯如何才能免遭处罚吗 和小编一起来看看 很多人认为只要在红灯的时候 自己过了停车线就算闯红灯了 所以有时候看到自己已经超线了 就不管不顾的直接往前开了 其实判定是否闯了红灯并不是这么草率的 你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才算闯红灯 如果你的车已经驶过停车线 那么你得注意一下 这时自己的车只是前轮驶过线的话 就不算闯了红灯 只要车的后轮没有压过这条线 你的车也还没有碰到过对面停车线的情况下 立马停车就能免受扣分的处罚 当然有可能还是会罚款和遭受警告 但是比起扣分来说 这个处罚也不算是重了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后 千万别想着把车倒回停车线以内 在马路上这个操作是很危险的 当然说了这么多 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大家要遵守交通规则 看到交通信号的时候 结合一下路况 再决定要不要通过 小心驾驶 注意交通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